88毫米高炮是由世界著名的火炮制造商克鲁伯,Crabb公司在20年代末开始设计,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,德国还被严格限制发展军备, 故该型火炮是在瑞士的克鲁伯子公司完成设计和测试的,克鲁伯公司的设计人员遇见,到作为高炮的主要作战对象,轰炸机将会向飞得更高,更快的趋势发展,因此他们选择了88毫米这一在当时上属含有的大口径,并使其富与弹丸较高的炮口出速,这个特点为他日后成为有效的反坦克武器奠定的基础, 他们还设计了一个相当精致的自动供弹装置,是该型高炮具有很高的射速,88毫米口径的高射炮,还把它用来的前线攻击碉堡和点目标,由于88毫米高深炮火炮高度的灵活性和较高射速, 每分钟15到25发,它在前线应用被十分广泛,在皮用来保卫重要军事目标和后勤基地免受空袭,在前线,高射炮也用来执行其他战斗任务,例如攻击坦克和碉堡,掩护部队地面作战等, 在海岸他们还可以攻击海上的目标,并阻止低军登陆,88毫米大炮对付坦克所取得的许多成功都要归功于,它作为防空大炮所具有的性能,之所以叫它高射炮,只不过就是一开始设计是用来防空的, 但是后来,只要能用到火炮的地方,就会有它的身影出现,可以说,就没有什么任务是它不能做到的,可以说,88毫米高射炮,可以一炮多用,并且它可以适应各种环境,运输方便,射速快,方便转移,它曾经还被用在军舰上当作舰炮,还被放在坦克上,当作坦克炮,大家说它厉害不?图片原则网络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